会冒烟的冰淇淋 我想大家应该都吃过吧 最近非常流行的网红街边零食 但是我作为一个与社会脱节的人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 当我想吃的时候 现在夏天已经过去了 所以呢 我打算自制冒烟冰淇淋 那么这个冒烟冰淇淋的制作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两个食材 一个奶油蛋糕 还有叶蛋 叶蛋算食材吗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叶蛋倒在这个奶油蛋糕上面 它就可以变成那种冒烟冰淇淋了 这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吧 不过在开始之前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提示 这个叶蛋它的温度高达零下196摄氏度 低至196摄氏度 如果碰到皮肤非常的容易烫伤 所以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啊 开始 你们猜这一罐10升的叶蛋需要多少钱 出乎我的意料 这一罐10升的叶蛋只要50块钱 但是这个罐子高达700块钱 哇 已经开始冒烟了 看一下这个叶蛋 倒上去 哇哇哇哇 好像就没多少盐了 我来尝一下味道 已经变成固态的了 看一下这个奶油 味道好像没什么变化 还是奶油味 只是变凉了而已 尝一块被叶蛋泡过的芒果 好像没什么变化 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跟别人吃的不一样啊 别人吃的那种冰淇淋都是脆脆的 嚼起来都是嘎嘣嘎嘣的 但这个只有表面稍微脆了一点点 然后里面还是这种奶油状 接下来我要改变一下策略 我把这上面这个奶油花给它单独刮下来 然后让它浸泡在这个叶蛋中 这样应该是效果更好 先把两片芒果拿下来 现在这个奶油已经完全又变成这种糊状了 连脆都不脆了 好就这样我们得到了几朵非常珍贵的奶油花 现在直接把叶蛋倒进去浸泡这个奶油 里面在沸腾 够不够 再来一点 这个液蛋蒸发的速度非常的快 哇 这个盘子已经粘到底下这个桌布上了 看到没有 整个盘子已经变成这个冰冻状了 这可真的是冒烟冰淇淋还有烟雾 现在来尝一下 这次这个味道应该是不会差了吧 你看已经变成这种完全的固体状 尝一个 可能这就是冒烟冰淇淋的味道吧 刚吃进去好像什么味道都没有 就非常的冰 然后仅仅一秒钟之后 你口香这个温度就让它融化了 这个奶油味就散发出来了 再来一个 要用手掰下来 那总的来说好像就只有低温冰冻了一下 其他并没有什么味道上的改变 再来一块被冰冻过的芒果来试一下 这个味道真的像在吃芒果味的冰淇淋一样 好吧 总的来说今天这个自制冒烟冰淇淋应该算是成功了 但是没有给我太大的惊喜 它只是冷冻了一下 味道并没有任何改变 不过也是情理之中 因为这个叶弹本身就是无色无味的 它只是温度非常低 它的这个烟雾倒是真的非常好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再提醒各位小朋友一遍 千万不要模仿 我们下期再见